看看剛才你們寫的時候,和我寫的不滑、不順 用的力度是否一樣? 不是的,形態差不多 應該又不一樣 這個比較重 你看到我寫兩滑線的,才是四棟的 兩滑線四棟 對,才是兩滑,才是四棟的 裝電,裝電,才是四棟的 現在是幼一點 幼的原因是不想它太迫 你看到我寫了這個日節,還在這條線上 跟那個一樣 真相的 容易放下 畫畫長一點,重一點 動畫就短一點 看起來是扁一點 飽滿一點 真正印不到,大家都知道 這三點 齊一點 寫的時候,不是寫的框,只是寫到這裡 先寫中間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看著這個的窄道 去寫這個的窄道 如果你整個框,寫高了,就不能補了 接著這一點,下來這裡 一過了這條線 一、二、三 也是這樣來的 一樣,畫畫長一點 粗一點,短一點 寫字會扁一點,看起來舒服一點 這個不要向下,是斜的 不要向下 停一停 這個難事,停一停 彎彎 儘量這兩個位置,差不多 嗯 這又不光度 任志我們會飛到最後一個筆 古體都是這樣寫的 如果你平時寫的話,應該是中間的畫畫最長的 是不是? 如果你寫古體的話,這樣會多人用碟 群字又是 雲七有框的,都是寫第一筆 第二筆,再寫這個 停頓 這個空間 跟這個一樣 尾桿或壞桿是這樣來的 如果你寫的時候,是甚麼樣子 就不要提及他們來吃 原因是這樣的 所以,不要寫得快,慢慢來 留意這些地方 為什麼這裡開始了?你看一下 是這個位置 就是已經留意這件事了 嗯 嗯 所以,看你不舒服一點 你這筆放進去的時候,兩邊就是一樣 所以,左倫右,你也兼顧一下 是不是上一堂的字比較多 還有是 那些字深一點 所以,你寫的字比較幼一點 你這堂的字好像粗一點 差不多 因為這些筆劃少了 所以就這樣寫 可以等回去 有字有液外的液字,筆劃多 所以就寫得幼少少 段喬的段字是筆劃多呢 邊字是筆劃多呢 是的,所以 所以,雙方聯絲今天筆劃少 稻子有少 這個可以寫有一點 這個手勢很漂亮 這個東西其實都差不多幼稻 你不要把握,就有少少 不要那麼重 靈劃就是這樣的 這個東西當作是勾過你的 所謂的就是這樣 最後那個點就是 長一點的畫面就是這樣 是這樣的意思 那我不要嘗嘗 來,試試吧 來,試試吧 這個石塊還是其中一種 他只不過是把這個弄橫了 把這一筆變成這樣 這個就變成這樣 整隻不黏住 活跌 停頓 按一按 這個有空位 不用過來 細心點看看 其實我的三點是這樣的 這個位置 現在的講話就好玩一點 因為已經寫過了 我們顧著寫好幾個字 都不能碰到我的歌 所以就一定要寫過才知道 如果沒寫過這樣說 你們會消化不了太多東西 這個 這個 這樣 空間就是這個 這裡鬆鬆一點 拿過來 寫在裡面 拿出一點 好 好 好 做字的話我們不會動出去 我們就直接 這一畫 這個已經動了 拿過來 差不多 空間這樣 如果剛才有同學寫到陳字的話 你應該知道陳字比較難寫 拿高一點 幼的 儘量令到這個闊度的空間 多一點 這樣 這個空間 對於這個空間 就是這個 不要太迫 一畫兩畫三 不要太迫 拿過來 在這塊上面 你不要肥到那邊 這個第二個 它其實是這樣的 這樣 是不是 兜住了 不過這個可以飛出去 就是這樣飛出去 這個高低應該差不多 跟這個飛出去 隔離那個字 不是要寫得更加大 那個魚字 是 不是要等穩 是 是 不過這個也是戶口戶用的 因為為什麼 你 譬如說現在這個魚字一樣 四個格子 是不是 你整行寫的 七個字 有一支 我比較喜歡的這個字體 我覺得挺漂亮 這樣寫 有 到這個 理論上你的眼睛是能夠收到的 這個位 這個的重心點 在這個位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空間就是這樣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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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應該跟這個位置差不多 當然你寫的時候 你會覺得 我兼顧不了這麼多東西 就等於你一間白街 你沒有經驗的 去管一間很大的白街 你入貨倉 customer service 那些 你僅會論盡的 只不過你在鍛鍊的過程之中 你會稍稍 那邊不用稍稍 因為沒有東西 那邊你會灑一灑 咦 所以你寫的時候 如果假設這個鏈直 這樣 這個柔子 如果這樣開始上 就很糟 你看一看 你 你 到這裏 要不就整個東西 退上了 那整個字 那你就高了 跟這個比 要不就灑一灑 差不多這個位置 中心點在這個位置 下來到這裏 不要太誇張 就正好這個位置 你又不想拿著這把尺度去量 但起碼你知道 就是中心點 這樣過去 而這個跟這個差不多 而這一點應該等於這個位置 所以那個齊 你們看到那個齊 其實我腦裡面的思緒有很多東西 或者有時候 作能生效做得多 那那個練習就是最重要的 好 那個行器本來是這樣 來的 好 好 你看到這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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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趣了,看一下 有這樣做的嗎?有的 為什麼不連上去呢? 當作是一滑,不可以 因為它口還口,女還女 不可以連上去,我以為你說什麼 不可以的 很噁心 你們要說什麼? 遮遮 你這樣看的話,其實是這樣的 是不是? 這個弱了,所以這個呢? 到這裡 重點 真的這樣讓它舒服一點 我也是說,練習的時候 很多時候要兼顧這件事 不法固知人很重要,行氣 周圍之間的和諧感,就是這樣來的 是 筆算子 筆算子 筆算子是因為第一個寫這篇文章的日 他很喜歡 我不記得是陸奔王還是誰 喜歡用數字的,在詩詞裏面 於是負責筆算子這個字 內容方面,這個是關於煤花的 所以叫詠梅 這篇文章的 我講一下為什麼 上次說的是斷橋邊 那幅畫很漂亮 斷橋邊說黃昏獨自香,獨自仇 有風有魚 記得了 現在講回另外一個 氣質境界再高一點 剛才上次說的是風景的實物 形象 現在講的是氣質 無意苦真春 他覺得 跟別人其他繁花 在春天爭那個花王之位 梅花呀 山茶道娟那些 無謂的 所以無意苦苦地去爭那個春天 一任群方道 就是說 我任由他們去妒忌我就可以了 對 Divine是我什麼 過天川倒 prosecution 是一枚獨獲 那這個意思 凌落成泥,候出塵 凌凌落落 你知道煤這些東西 他們多就一直剬裤 是不是 一枱裡面 div vielen 這麼小anca 掉下來之後 摩托,陳直aj 最後到늘ôleto 能夠靴過 Раз和執入了泥 花了瓷土 但是 但是 香仍然都在 只有香與故 如果用一些後人 將他比喻成人的棄跡的話 也是崔水的教授 頂級的學者 這個就是私人陸友 治癒自己是一些清高 孤方的人 不會跟其他人同流合污 由得小人妒忌他 即使他自己化作沉黎也好 帶那種君子氣則 香如故 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這樣說 這個真的有出處 陸友自己本身是比較上 這方面是比較清高一點的 陸友的圍觀不是說差的 最出名的但不是這件事 是他跟唐遠兩個人的關係 他是表妹 跟他兩個就 關係很好 還結婚 但是婆婆就不喜歡這個表妹 你很難說的 你婆媳之間的事情 你不要說是誰對錯的 他很孝順的 就休了 休了之後 那個 唐遠這個表妹又 怪隔 宋代那時候其實是很保守下的 唐代就不同 唐代那些Local Cato來這裡的 DV 唐代那些歌女DVD到討詞 基本上是中空的 但是一到宋朝就很嚴謹了 這宋朝是文人社會來的 他要跟那些狂放的護人 有一個很清楚的界限 所以楊過和小龍那時候就不行了 因為是司徒來的 很嚴重的 唐遠再改嫁的時候 新的婆家又不喜歡他 因為是改嫁的 舊那個又掛著他 結果陸友和唐遠兩個人 就不可以在一起 但是呢 就互相有一點撕裂 陸友在那個審員的時候 見到他 唐遠出於那種地主之义 跟他吃了一頓飯 對方的老公也都不介意 好像有陪座 但是呢 耿耿於壞就寫了一首詩 就是猜頭諷了 遲些有機會寫 陸友寫完之後 耿耿於壞 唐遠見到這首詩 又寫回首了 又是禍猜頭諷 寫完不久死了 波威宜中的 那麼陸友不知道幾十年之後 再去審院 還想起這件事 再看了兩首詩 死了 那樣 就是他這個情感方面的東西 比較上來講 比較上來講是 比較上來講是豐闊 還有是比較上 真是唏噓一點的 就是不測 如果你看看的話 不測得過路貓朱利業的 那句殉情 就是均力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 細水長流一點 或者那種 碳色一點的話 猜頭諷裏面講的話 是比較上有意思的 有機會寫給大家 那麼這個陸友 OK OK